我本来是丧董店的小老板 但是由于太多人欠债不还 我房租都交不起了 于是我决定开直播讨债 顺便安利一把本人亲做纸扎大别墅 他要过来 大锤一撸自己并不存在的袖子 跳起来就翻着吊烧眼说 来了就给他一个好看 黄黄一台屁股 先给他一个屁 咳嗨嗨 墙脚 小刺团咳嗽几声 大锤搜地窜到小刺团跟前 戳人家的刺 你怎么还在呢 不是吧不是吧 真有人把宁宁这里 当成免费救出战了 刺团脑袋冲的墙角就拱了拱 大锤揪着刺团的刺 往外拔他 你怎么总是咳嗽 有病咱得治 来 转过来 让你锤姐看看是什么情况 最近好多人咽喉有问题 你别不是需要一瓶抗病毒吧 张嘴 二下的刺团搜搜往里拱 眼看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刺 就要被大锤揪断了 江宁宁无语 两步上前 提起大锤的脖子 把它逼扭开 你别招他 大锤转头就在江宁宁胳膊上一蹭 撒娇 好的呢 那你要说你最喜欢人家江宁宁 我喜欢你的锤子 大锤 行吧 那多少也算喜欢的半个我了 刚刚直播 江宁宁没注意看电池情况 有云太说他要过来 江宁宁正好电池没电 下锅了 现在差不多充了百分之二十几的电 再次开启直播间 波曹 吓得我以为你跑路了 我也吓一身冷汗 我还琢磨 这也不值得当个下锅啊 这下锅都吓成习惯了 牛云太到底欠不欠你的钱 坐等一个江宁宁被打脸 前方战爆 牛云太已经到丧葬店门口了 马上进来 好激动 好激动好激动 别管谁打脸 给爷打就行 江宁宁一上播 他还没且开口 直播间 水又已经叫嚣成一片 跟着 砰的一声响 丧葬店大门被推开 江宁宁转头就看到牛云太 一脸怒气冲进来 手里还举了个自拍单就多多少少 江宁宁想给他放一首歌 雪花飘飘 北风嚣嚣我说过 咱听真本是吃饭 无所畏惧 一进门 牛云太豪气冲天 朝着直播间 拾有一声高喝 刚刚他直播间 再看23W价 现在已经29W价 他比那些带货的明星 都要热度大了 他不火水火 一嗓子吼完 牛云太这才太像江宁宁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江宁宁直接打断他 不用了 牛云太牛大师的吗 不知道 来吧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今年二月份 你在我店里消费了105块 当时没有结算 江宁宁将账本 直接往牛云太面前一除 牛云太一愣 恍恍惚呼呼 就好像想起来了 他今年二月份 他是来这里买过一次东西 买的啥来着 对对 买了一把高香 一兜元宝 他当时结账了 他记得清清楚楚 现金结账的 至于为什么记得清楚 那当然是因为 那是他第一次拿那个现金来消费 多多转转 犹豫了一大圈 才瞄准了丧葬点 既然结算了 牛云太就无所畏惧 怕得将那账本往柜台上一放 皮笑肉不笑 江小姐炸我呢 105块 我牛云太也是体面人 能差你的钱 这账 咱当时结了 你怕日账务太多记魂了吧 牛云太说的一派坦然 说完 朝他直播间的水友又追加一句 咱大丈夫行走四方 主打一个诚信 我上门给人消费解难 都只收200块钱 能欠债不还 开什么玩笑 卧槽 这次我感觉江宁宁要栽 早就该有人出手 说是这个讨债主播了 简直太过嚣张 无法无听 放屁 宁宁要是栽了我脑袋拧下来 给你当球踢 煞笔丧放主播 还有死忠粉 比大谱 牛大师 你要能制裁这傻笔主播 我给你刷10个游艇 江宁宁看见牛云太 牛大师想清楚了 你确定你结算了 牛云太飞快地瞥一眼弹幕 看见那条10个游艇 疯狂心动 他为什么直播找上门 不就为了这个 一摆手 端地就是一个 乔峰乔大侠的姿态 必须结算了 你要是有我没结算的证据 你就拿出来 就凭你这么一个账本 就说我没结算 江小姐未免有些太欺负人 江宁宁就到 证据我没有 不等江宁宁说完 牛大师顿时冷笑 呵 连证据都没有 你红口白牙 就说我欠你的钱 江小姐 你直播讨债是出了风头 但未免也太不把人当人看 瞥了一眼弹幕 牛大师继续 我牛云太 长得帅 但就踏踏实评本事吃饭 你要是嫉妒咱这一生的本事 想要学王艺 拜个诗 咱们不教你 何必整出这些花花长息 能不兴 你问就中此热热福子来 让人反感 说得好 这件人就欠骂 一个游艇送给牛大师 牛大师继续 游艇管够 我就爱看江宁宁被制裁 哈哈哈哈 眼见直播间 游艇瞬息间 搜搜刷了十几个 牛大师满脑子都是计算器 霹里啪啦算账 转了 转了 有证据吗 有就拿出来 没有的话 只怕我今儿得报警 才能对得起直播间 这么多谁有对我的信任 毕竟你这算是公然敲诈我了 大师好帅 我好爱 刚刚大师替孕夫小棠说话 就帅得我一脸 真是好男人 牛大师朝江宁宁挑眉 有吗 江宁宁看着他 看着他硬堂嗖嗖 网出帽的死气 叹了口气 我这人 讨债向来都是上门讨债 不说你了 就是之前那几个欠我钱呢 谁一开口就承认欠我钱了 店里的监控 三月的一次覆盖 没有监控 我还真拿不出证据 江宁宁原本是坐在对台后面 说着话 慢慢站起来 靠在后背的货架上 挑一下煤烧 透一个玩世不恭的笑 所以 牛大师想报警 请便 我现在拿不出证据不要紧 横述我说了 今夜子时 上门讨债 到时候我有证据就行 牛大师一瞪眼 江小姐吓唬我 没 我提醒您 江宁宁皮笑若不笑 将晚上哪都不要去 为了你好 乖乖在家等我上门讨债 不然 牛大师可不是吃素的 直播间那么多游艇等着他 这个时候 他能让一个小丫头骗子 站上风 江宁宁是谁 那可是 能把要大亨几次年 都送进去的人 他要是在江宁宁这里 站了上风 那不比武剑更稀烦 不然如何 啪的一拍柜台 行走的河猛瞬间爆棚 哎呀 牛大师好帅 老公老公看我看我 操 果然最帅的 还得是少年级的老帅哥 帅我一脸 牛大师 嫩死这个小婢子 江宁宁挑眉冷笑 不然 不然就是自作孽 不可活 胡说八道 牛云太一脸火气 你这小姑娘 说我欠钱拿不出证据 现在又说着威严耸听的话 我要求你现在就给我道歉 不然我马上报警 那你报警吧 嘿我这暴脾气 你以为我不敢 我告诉你 你等着被抓吧 调下一句话 牛云太怒火冲天 离开丧葬店 天色已经渐晚 连火烧云都要退去 牛云太举着自拍杆 怒不可恶的和谁又说 真是离谱 我牛云太绝不容忍 这种恶行 现在我就报警话没说完 直播间忽然挑出一条 打赏通告 致爱医生 打赏一艘游艇并留言 牛大师 拜托看一下私聊 十万火急 这位致爱医生 我现在就看 您稍等 牛大师没说完的话 打住 点开私聊去看 致爱医生 牛大师您能帮忙 做法是驱鬼吗 致爱医生 牛大师十万火急 在线等 急急急 致爱医生出场费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牛大师快回复 来活了 退出私聊 牛云太一脸无奈叹了口气 本来想要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给我主持公道 可咱这个人 心太善 使命感太强 见不得有人因为 痴妹亡眼而遭罪 这样 我先去帮这位 致爱医生的朋友 解决一下问题 等解决完了 我再报警 致爱医生在吗 我给你留言了 你看一下 宣程 正在施工的工地 拉了遮光布的空旷地 砰砰的撞击声 不断地从大铁盒子里传出 一并传出来的 还有磨牙的声音 击步击步地 让人几倍生寒汗毛倒立 卧槽 不会真的有鬼吧 可现在天还没完全黑了 鬼再厉害 也不至于现在就要蹦出来啊 会不会是僵尸 卧槽 我就好像听那个王虎 在这边连哭大喊的 说什么僵尸咬他一口 就是僵尸 我亲眼看到的 王虎让僵尸咬了 警察还给他找了糯米肤伤口 大铁盒子周围 围了十几个工人 一脸惶恐不安地 看着那大铁盒子 七嘴八舌 工地这么大 肯定不止这十几个工人 可其他人胆子太小 不敢来围观 这几个 是既害怕 但又好奇 知道这边闹出了动静 立刻就围过来了 砰 正说话 大铁盒子里 忽然爆发出一声巨响 巨大的声音 吓得其中一个工友腿一软 普通跌坐在地 然后 眼睁睁就看到那 原本在坑里的大铁盒子 忽然蹦上来了 吓了一群围观的工友 顿时鸟散 那个跌坐在地的 刚刚停稳 包工头李志爱拿着手机回来了 大家别慌 我已经联系到了高人 他大概半个小时就来 说卧槽 话没说完 包工头一眼看到 那大铁盒子竟然从坑底下出来了 吓的声音都没了 腿一软 差点也坐地上 幸好被旁边鸟散开的工友一把扶住 包工头李志爱 惊恐地看着逃离坑底的大铁盒子 颤颤领微微问 他怎么出来了 那工友也哆哆嗦嗦 不知道啊 突然就蹦出来了 刚刚还要冲过来 我们说你去请大师了 他才不动了 李志爱吞咽口水 这么玄乎 他干工地这几年 是见过不少离奇事 但基本都是半夜三更闹出点动静 也不是什么大动静 就吓唬吓唬人 但不会真的出人力 可这次有点离大谱啊 虽然上面说了 文物局的专家 明天就来把这个大盒子拉走 可他不能坐以待毙呀 明天就算是把这大盒子拉走 就现在闹出的这个动静 肯定会给工地留下不少阴气的 他可不想他的工程队闹出意外 现在看来 他当机立断联系牛大师 真是明智的选择 半个小时后 牛云太抵达工地 李志爱急切地迎上他 两眼含泪 牛大师您可算是来了 别慌 有我出马 一切搞定 牛云太气定神闲 跟着李志爱往事发点走 搞定是一定能搞定的 就是你这里方便直播吗 李志爱偏头看牛大师 搓搓手 有点不好意思 你看咱这是在高档住宅区的 要是直播的话 闹出去 别人知道这里出过事 就怕影响影后销售 可能上面不太乐意 没事 我不把你们工地拍进去 也不把你们拍进去 我就拍我的事发现场 保证没人能看到 一片空旷地而已 没人能认出来 这是哪 这个包工头有点犹豫 牛云太拍下肩膀 你说出场费 不用那么多 咱牛云太实在人 说200就200 我就说你200块 就给你解决这个大问题 直播一下 不算过分吧 出场费给个二八干的算什么 打赏才是硬道理 账号做起来了 银声打出去了 打赏割回来了 以后要什么没有 一听出场费只要200 李志爱就确实不太好 将牛云太带到了事发点 牛云太调整好角度 打开了直播间 兄弟姐妹们 今天直播第二场 让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快刀斩乱麻的 砰砰牛云太话没说完 他前面的大铁盒子 忽然朝他蹦了半米 牛云太就站在那铁盒子前面 约摸五米远的位置 那一刹那 他以为自己养花了 什么玩意儿 牛大师怎么了 怎么不动了 是牛大师卡住了 还是网速卡住了 快刀斩乱麻的什么 你快点说完啊 别卖关子 不然不给你打赏 牛云太忽然嘴巴顿住 说不出话 弹幕叫嚣起来 牛云太很想告诉自己 养花了 恍惚了 看错了 然而事实上 碰那大铁箱子 不光又朝前挪了半米 甚至还剧烈摇晃起来 一侧 比之爱为了不暴露自己 捏着嗓子催促 牛大师 快点 全靠你了 碰那大铁箱子 又朝前挪了一点 原本就四五米的距离 好家伙 这下只剩下一二米了 两个棺材的高度 盘力在那 牛云太还得仰着脖子看 那边什么东西碰碰的 像是什么在杂体箱子 牛大师把镜头转过去 给我们看看 这就是你今天的做法目标 做法不给我们看目标 你还想要打赏吗 用户 打赏一艘游艇并留言 转过来给老子看看 牛云太咕咚咽下一口唾沫 心跳的碰碰的 比大箱子被砸的动静还大 这里之爱找他来的时候 只说是工地上冒出点乱子 想让他帮忙除除阴气 他一想 阴气这玩意儿 看不见摸不着的 除没出谁知道 立刻就答应了 结果这 可现在来都来了 直播都开了 他总能刚来 就说他不行吧 再说了 这世上哪吞的有鬼 没有 有的只是直播间 在看人数25W价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钱 新年在心中 牛云太深吸一口气 手里的桃木剑一提 黄副指一拿 朝着那大铁箱子 一剑就要劈过去 结果他举起的手 还没起落下 哼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铁箱子 忽然被从里面撑开 铁板活生生 被撕裂成两半 咔嚓 一左一右倒地 铁箱子里 一人高的铠甲 矗立在那里 铠甲的右手位置 悬浮着一把剑 就像是有个人 穿着铠甲站在那里 提着剑 只是人隐身了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去 月色下 这铠甲散发着一层 淡淡的光辉 那光冷的人 只想打哆嗦 卧槽 牛云太差点下没了 转头就要跑路 这都不跑 那是傻子 25W加的 再看再高 也没咱的命高 却在转身一瞬 眼角余光 瞥见一抹黄 等等 那是什么 忍着巨大的惊恐 牛云太提着桃木剑 拿着黄斧纸 回头看那铠甲 所以这铠甲 才能在这里装神弄鬼 意识到这一点 牛云太一颗恐惧的心 瞬间踏实下来 不跑了 哪怕这铠甲近在眼前 他也气势如虹 朝着直播间的水友 放出狠话 指尔指尖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直言吗 什么叫真本事 以后谁要是想要学赞这本事 直接私聊就行 不用像那江云云一样 整那些有的没的 咱牛云太 主打就是一个实在 大家伙 看好了 话音一落 牛云太转了手机屏幕 就对向前面的铠甲 卧槽 这是什么 我特马的 差点让吓人没了 一副铠甲 里面没人 站在这里 妈的 鬼呀 牛大师真牛逼 上 在牛云太转过手机的瞬间 弹幕沸腾 同时沸腾的 还有打赏 牛云太也沸腾 他目光瞄准在铠甲 肩膀处的黄腹指 举着桃木剑 深吸一口气 看招 松 就直接将桃木剑扔出去了 让他从小套环的识分转 现在 他想得很清楚 直接用桃木剑 去砸着铠甲的肩膀 只要砸中 这腹指必被击落 就算没砸中 这个距离 也够他跑路 然而 就在桃木剑被扔出去的瞬间 那铠甲挥着手里的青铜剑 咔嚓 一把桃木剑被削成两段 啊 卧槽卧槽卧槽 这特么的是真的有鬼 牛大师 冲 弹幕间叫成鸡 牛云太单若木鸡 靠 这铠甲不光能往前走 还能瞄准目标出击 不行不行 这活他干不了 一把拿手机 牛云太夺入就逃 一边逃 一边不忘关掉直播 直播间 谁又只觉得眼前一阵剧烈的晃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在沸腾中 给牛云太加油 然后依旧和着铠甲 漂浮在空中的头盔 来了个高清对视 铠甲提着剑的手 同时还滴流着牛云太 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 拿着手机 将屏幕举到眼的位置 看直播间 啊 卧槽 妈的 弹幕叫成一片 因为场景太过恐怖 虽然在看人数一路飙升 甚至爬到100W家的再看 但还是火速被平台封了 直播没了 现场还在 铠甲将手机往地上一丢 提着牛云太 把他举到自己面前 牛云太整个人已经被吓软了 脸都是灰绿的 哆哆嗦嗦 淋淋淋淋淋 饶命饶命饶命 铠甲转动脑袋 看向不远处的理智爱 一帮工友 啊 一帮工友 鸟散尖叫 逃离现场 逃 那铠甲里面 发出击咕咕咕 击咕咕膜牙的声音 他抓着牛云太的脖子 抬脚就追 把人放了 就在他要追出去的一瞬 背后忽然响起一声 掷地有声 正气凌然地怒斥 那铠甲脚下步子一顿 回头 对面 一个穿着白色T恤 黑色短裤没脚处 有一道明显贯穿巴的 小伙子出现 月色下 没有影子 出现一瞬 一边怒吓一声 一边朝着铠甲就冲过来 那铠甲看见这小伙子的瞬间 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可紧跟着 他后面左右两侧 也出现两个年纪相当的小伙子 将他围住 三面合围 把人放了 不然你知道下场的 咕咕咕咕咕 铠甲发出磨牙的声音 犹豫一瞬 转手就把牛云泰丢出去 牛云泰在被他丢开的瞬间 恍恍惚惚 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铠甲肩膀上的符纸 不是操控他的 是镇压他的 这么一想 在被丢开的刹那 他硬是拼尽全力 朝着铠甲的肩膀一扯 蹭的就把那黄符纸扯掉 砰 牛云泰被丢出三米远 手里钻了那张黄符纸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铠甲突然要放了他 但是他隐隐约约能感觉到 应该是有什么 他看不到的厉害人物 来收拾这个铠甲了 他牛云泰可不是宠货 这种情况 他当然要把水搅浑了 万一那些收拾铠甲的厉害人物 收拾完铠甲也要收拾他呢 绝对不行 哈哈哈哈 让你们厮杀去吧 这样我老牛才能保命逃脱 牛云泰几下将那符只撕了个稀巴烂 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夺路就逃 路过被吓得跟鸳唇似的 瑟瑟发抖的李志爱的时候 牛云泰眼见的铠甲完全没有追过来 甚至还深吸一口气 气定神仙拍拍李志爱的肩膀 放心 不要害怕 我只是工具不全 但这铠甲已经被我操控住 后面我回来家拿到工具 立刻就能消灭它 撂下一句话 把脚离开 李志爱旁边 一个工人哆哆嗦嗦 头 他吹牛的吧 他要吓得都尿裤子了 李志爱当然知道 这老狗并是吹牛的 可这个时候和他们长短 那是傻叉 那边那个铠甲在发狂 月色里 铠甲一会滚地上 一会跳起来 咕唧咕唧咕唧的动静 一阵大一阵小的吞咽 一口恐惧 李志爱一把抓了旁边的工友 还有没有大事推荐 这个铠甲要是不处理 怕是要出乱子 本来铠甲在铁盒子里好好等 这傻叉牛云泰一来 铠甲直接撕开铁盒子冲出来了 虽然不知道 他冲出来到底是不是因为牛云泰 可起牛云泰来的人是他 万一这铠甲闹出乱子 到时候他肯定被上个怪罪 万这工程保不住 头 要不是找那个丧葬店的江宁宁 接着警方还找他来砸这铁盒子 当时他一拳砸开这铁盒子 从里面把警方要找的人弄出来 都不见着铠甲发怒 工友一句话 李志爱拿手机就去打电话 然后没有江宁宁电话 我去他店里找 不管了 死马当活马一把 李志爱一头往处跑 工友拽他一把 那啥 接着江宁宁好像给了张斌 张总一张名片 接着手机去给张斌打电话 现场 卧槽 那人有病是不是 他跑就跑 他思问那副指干什么 穿着白T恤的小伙子 被铠甲一拳打的 在地上连着滚了七八圈 一咕噜翻身起来 差点让铠甲横踢下来的剑 给削成两段 幸好同伴朝后面 跃到那铠甲的身上 朝着铠甲的脖子上 缠了一圈勾魂锁 那铠甲受到牵绊 才动作迟缓 他才堪堪躲开 大喘一口气 白T恤小伙子 跳起来怒骂一句 然而来不及怒骂第二句 那跳到铠甲身上的同伴 让铠甲一把从身上扯下来 铠甲手里一把青铜剑 削铁如泥 朝着他就刺去 小王 王队 白T恤和另外一人大惊失色 怒吼着就冲过去 几乎是拿出拼了命的姿态 要从那青铜剑底下 抢回自己的战友 可铠甲速度奇快 眼看就在他们尚未到达的时候 那件就要一件贯穿同伴的心脏 王队 王明 两道绝望的嘶喊一下爆发 是不堪忍受战友牺牲在眼前的撕心裂肺 咔嚓 被铠甲压制在地上的王明 抬手一挡 他手里拿了一把手铐 是昨夜里老战友烧给他们的 没想到 这手铐竟然挡住了那青铜剑 青铜剑戳上来的瞬间 刺到手铐上 发出巨大的争鸣声 硬是让铠甲连连后退束股 电关火时间 白T恤和同伴凸上前 把他们王队扶起来 卧槽 这手铐这药牛逼 来 您从前面吸引他 我从后面过去 直接用手铐靠了他脖子上 三人稍稍喘息 再次冲上前 丧葬店 江丁丁正把叠好的元宝做好的高厢 塞进翻布包 准备等十一点多的时候 出发去工地 忽然手腕的红绳 发出灼热的炙烤 他一挑眉 砰 丧葬店大门 被一下从外面撞开 什么情况 大锤一下从自己的小别墅里跳出来 迎面就看到赵兵德哭哭啼啼奔进来 黄黄转转绿豆眼 怎么了 你排位又输了 墙角 小刺团犹犹豫豫转过头 好奇地打量赵兵德 柜台上 小花晃着脑袋 一双黑钥匙一样亮晶晶的眼睛 也朝赵兵德看来 六口口赵兵德进门就哭 我要买大别墅 我要买烧鸡 我还要买一把青铜剑 呜呜呜呜 大锤顿时一脸无语你 78代玄孙女 昨天刚刚从宁宁店里 买了不少元宝和烧鸡 给你和妈妈烧下去 你怎么还一副恶死鬼的样子 冲进来要自己买 黄黄跟着说 你该不会要用名币买吧 好吗 宁宁把元宝卖给赵小慧 赵小慧烧给你 你再拿收到的钱来和宁宁买大别墅 强交小资团都惊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拉动内须 赵兵德红着眼瞪了大锤和黄黄一眼 继续嚎啕大哭 我梦见我爹了 我爹说他房子让人拆了 抬甲让人扒了 青铜剑让人抢了 我爹好可怜 他当年带十万雄兵去遭奸人所害 十万大军战死沙场 连一把枯骨都没收回来 我死了这么多年 都没梦见我爹 刚刚就梦到了 赵兵德正哭 江宁宁手机忽然响起来 一个陌生的号码 江宁宁犹豫一瞬 接通 那边一下传出撕心裂肺 赵兵德同款哭号 江宁宁吗 大佬救命啊 我是今天那个 挖出大铁盒子的工地 那台甲活了 要杀人啊 救命 电话那边乱糟糟一片 包公头李志爱的声音吼到这里 忽然停下 跟着就是各种尖叫凄厉的传来 江宁宁挂了电话 提了翻步包就朝外走 赵兵德立刻追上 先把别墅卖给问你再去 江宁宁看赵兵德一眼线什么先 先带你找你爹去 赵兵德瞬间一张死人脸都惊裂了 啥玩意儿 废话不多说 一人一鬼 带着大锤黄黄四团直奔工地 蛇蛇 合着就我是个外人被我不配吗 翻步包里还揣了棚花 蛇蛇 现场 江宁宁一抵达 就听到里面凄厉的破喉惨叫 救命 救命啊 比赵宁若被合成了磁山服似的 让铠甲举在半空 吓得连哭带脚 铠甲对面 王明手提手铐站在那里 后面白衣T恤和另外一个寸头同伴 仅仅攥拳围堵 三个人都受伤不清 尤其白衣T恤 眼看魂魄都要不稳了 地上 三根锁魂链已经被砍断 砸乱地丢着 铠甲剑将指着王明手里的手铐 意思明确 把手铐扔了 不然我就弄死这个活人 又何 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本事 江宁宁一条没梢 转转手腕就上前 旁边 赵宁德一眼看到那铠甲 骂得就哭 跌 膝盖一滑就要往下跪 跪一半 被江宁宁一把给滴溜起来 别乱认跌 现在还不完全是你爹 等会再跪 赵宁德一脸茫然两眼泪痕 转头看江宁宁 啊 嗯 江宁宁把他低溜起来 撒了手就往前大步走 后面 黄黄大锤刺团 三个动物蹦跌出 三种六亲不认的步伐 这边的动静 引来铠甲和那三个小伙子的注意 来天吴队长请我过来帮忙 三位不必见外 你们手上那手铐 吴队长就是从我这里买的 开门见山 江宁宁直接表明身份 更是让这三小伙子知道 自己能看到他们 毕竟场面紧急 就不要整出不必要的误会了 只是江宁宁话音落下 不等那三小伙子反应 那铠甲搁吱搁吱转头过来 正对着江宁宁 手里还举着理智爱 嘴里咕咕咕咕咕咕 队长王明急道 他要这手铐 不然就要撕了这活人 江宁宁看了一眼那铠甲的肩膀 上面的符纸呢 别提了 他们之前请了个二把刀的大师过来 那符纸让那大师撕了 没事 江宁宁脖子转了一下 手腕转了一下 活像个要去打架的女流氓 说着话 将帆布包往地上一格 引歇会儿 这交给我 姑娘小心 她连勾魂锁都不怕 避害着呢 问题不大 等我 话音未落 脚尖点的 直飞而起 冲着铠甲就越过去 江宁宁动作间 黄黄大锤刺团也都冲上前 那铠甲手里攥着理智爱 在江宁宁冲上前的一瞬 她提着剑的手也举上头顶 完全就是一个 要将理智爱胡撕了的架势 吓得理智爱 刷得就尿她一头 铠甲 理智爱 铠甲熬的一声怒吼 震人发聩 只是她那手还没切举到头顶 砰 大锤就一头冲过去 吃我大锤一抓 大锤吊烧眼泛着 一骨子狠劲 伸出爪子 就挠那铠甲 然后 铠甲手里的青铜剑 改了方向 朝着她就刺过来 庆幸大锤是个灵活的大锤 青铜骨剑 带着剑气 裹着杀气逼近的刹那 大锤飞快地缩回了小毛爪 掉头就跑 躲开一瞬 青铜骨剑如一道光影劈过 几缕狐狸毛 在半空中打着转落下 差一点就要被削掉大尾巴 紧随其后的黄黄 差点让下尿了 噗通 缩地上就不敢动了 刺团 看看大锤 又看看黄晃 吭吃吭吃 继续向前 没有困难的工作 只有勇敢的刺团 干完这一单 就能鼓足勇气和宁宁说 你养我吧 江宁宁 看看一人高的巨大铠甲 看看没只脚大的小小刺团 我还是速度快点吧 哪怕距离铠甲 只剩下半米远 江宁也凭空变出宝剑 绿剑飞行 走你 旁边撒小伙子都惊呆了 绿剑飞半米远的行 别说旁边撒小伙子惊了一下 就是铠甲都惊了一下 手里一把青铜剑 带着沙场汗将特有的煞气 朝着江宁宁干脆利索就刺过来 然后一眼睁睁就看到 遇见飞行过来的江宁宁 再飞到他跟前一瞬 踩着剑一个凌空翻 直接坐在铠甲肩膀上 手腕一转 朝着铠甲头盔里面一拳就砸过去 啊 一声惨叫 从铠甲里叫出来 被铠甲举到头顶的李志爱 你倒是先救我呀 被一拳砸内胆的铠甲 你倒是先救人质啊 骑在铠甲肩膀上的江宁宁 就个锤子 那拳都卯足了劲 朝着头盔里面 顺着脖子往下 通通通一连 三兄弟将地上被砍断的勾魂索 拼拼接接 接在一起 弄成一根长绳 死死的拽着 缩在地上的黄鼠狼 逃窜到一侧的狐狸 和正在爬行的刺团 全都涌到这边来 一时间活回一个把萝卜大型现场 右手让拽得动弹不得 铠甲只能狂叫着一把 将头顶的人质丢出去 用左手去将江宁宁抓下去 大锤 李志爱被铠甲丢出去的刹那 江宁宁一声吼 狐狸搜地窜上前 半空中稳稳接住李志爱 同时 江宁宁向着残忍的屠户 手顺着铠甲的脖子伸到肚子里 一掏就跟掏拽下水似的 一把把里面藏着的东西给拽了出来 墨槽 爹 四十九姐 狗东西 江宁宁一把将那东西拽出来 月色下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现场爆发出混乱的叫声 赵宾德直冲仰面倒地的铠甲 狐狸直冲被江宁宁一把掏出来的东西 没错 江宁宁宁从铠甲肚子里 一把掏出来的是只狐狸 大锤他四十九姐 狐四十九 狐四十九手腕上被手铐锁着 手铐还被钩魂锁拴着 三个小伙子还死死抓着 那钩魂锁一点没松 上前就要收他 狐四十九被江宁宁甩出来 丢到的地上林顺 他一咕噜爬起来 刺着牙就要去咬那钩魂锁 砰 还没切咬 大锤宁若一道铁锤 抢在三个小伙子之前 直接撒到狐四十九身上 将狐四十九重新摁在地上 一把就掐了狐四十九的脖子 一个狗日的 活着的时候就想偷我原单 骗我差点被球状雷劈 死了你还用剑削我尾巴 我咬死你 眼看两条狐狸在地上打架 活活打出一群疯狗的架势 黄黄若若问 旁边刺团球状雷是啥 球状雷也叫滚地雷 能追着你跑直到劈死你为止 黄黄 好歹毒 当了 黄黄和刺团正说话 一个东西掉在黄黄脚前 正好黄黄脚下是一块碎掉的铁板 东西掉过来 发出挺清脆的动静 这是什么 黄黄弯腰一把捡起 转手递给江宁宁 是个玉指环 和江宁宁脖子上挂的玉玲珑 一个材质 掖着那玉指环 江宁宁挑了一下眉 大锤 江宁宁一嗓子叫 大锤立刻停下厮杀 护斥带喘 窜到江宁宁跟前打 江宁宁将那指环晃了一下 然后看向被大锤摁在地上 抱揍了足有两分钟的胡49 从哪来的 管你屁事 胡49我耳朵都被大锤咬掉了 嘴巴还硬得很 大锤立刻朝他凶狠的呲牙 你是不是找死 胡49是分是条汉子 我本来就死了 少威胁我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不欠揍的 江宁宁话不多说 直接吩咐大锤 继续揍他 好嘞 大锤裹着心仇旧恨 就又冲过去 那边野狗打架的阵仗再次拉开 这边江宁宁朝三个小伙子看过去 你们为啥抓他 队长王明就说 他是一个月前死了的 死了之后 负责去勾魂带路的阴钗 被他抢了帽子撕了制服 但挂了黄泉路的树上 行为太过恶劣 上面就派了更厉害的阴钗去抓他 结果派却人 让他咬得魂飞拓散 旁边 白衣T恤跟着道 不光殴打阴钗 还抢了不少各地庙会供奉的东西 甚至还抢了一个比较火的土地庙 想要享受香火 江宁宁皱眉 他这么厉害 怎么死的 寸头小伙子就说 让雷劈死的 旁边黄黄 黄黄呼呼脱口问道 囚状雷 寸头小伙子点头 嗯 囚状雷 一个月前 他去宣城白水村的 一户村民家里偷东西 那囚状雷顺着烟囱进了家 劈死了他 黄黄金的绿豆眼差点掉出来 雷追进家里劈 虽然这种现象比较罕见 但确实存在 白衣T恤恩了一声 看向江宁宁 他醉行恶劣 我们得带回去 他去偷什么 江宁宁问他都成精了 死了 都这么厉害 活着的时候不是更厉害 还去偷东西 三个小伙子摇头 这不知道 应该是还没有得手 就被屁死了 江宁宁把玉指环 在三个小伙子面前转了转 这个你们见过吗 三个小伙子凑上前 仔仔细细看了看 没见过 不过你要是想要 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 江宁宁 嘿嘿嘿笑了笑没 没我不想要 我要这个干什么呀 你们拿回去拿回去 嘴上说着话 手上不闲着 马六就将自己脖子上的玉玲珑 拽出来了呢 那玉指环瞬间 就被玉玲珑给吸收了 三个小伙子 江宁宁一脸惊讶 这是怎么说的 你看这 我真的不想要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的天啊 三个小伙子 我们只是死了 不是傻了 人鬼友好交流了一会儿 江宁宁转头朝大锤 看过去行了 差不多了 大锤狠狠往胡49肚子上 踹了两脚 呸得吐了一口 蹦到江宁宁跟前 胡49已经让打得 快要魂飞魄散 狗言惨喘摊在地上 一双吊烧眼 透着满满的恶意 看着江宁宁 哈哈哈哈 你离死不远了 不远了 你等死吧 江宁宁朝她走两步 蹲下 再问你一遍 这玉指环 从哪来的 胡49满脸幸灾乐祸 就不告诉你 反正我什么下场 我自己知道 我不好过 当然要拉得垫背的 除非你把这仨条子弄死 我就告诉你 说着话 她好好一个狐狸 硬是宛若葫芦娃里的 蛇精一样 蛇里蛇气的 转转眼珠子 我不光告诉你 玉指环从哪来的 我还告诉你 复生客在哪 我还告诉你 老蛤蟆在哪 去 弄死那仨条子 你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一把捏死他们 然后你想知道的 就都知道了 江宁宁这人吧 你要是好好和她说话 她也不可能放了你 但你要是这么和她说话 江宁宁回头看那仨兄弟 要是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不小心把犯罪分子 击毙了 怎么办 队长王明 多少是有点子上到在身上的 最大恶极的 情况特殊 也只能当场击毙了 江宁宁点点头 转头看胡49 她嘴角明明勾着笑 但眼神却冷得 硬是让胡49破败的残躯 打了哆嗦 然后一浑身一震 江宁宁好好一双眼 忽然变成了树桶 你 胡49裹着恐惧脱口而出 江宁宁已经一把钻了她的脖子 嘴角笑容加大 不想说是吗 不想说没关系 反正 我将手上有点没轻没重 江宁宁手上力气一下加大 胡49满目惊恐中透了绝望 说吗 江宁宁再问一遍 胡49吞咽惊恐 犹豫一瞬 跟着就像是 见到什么可怖的东西一样 犹豫瞬间消失 咬牙切齿 绝不 话音落下 残败的魂魄 就被江宁宁一把捏成鸡粉 黄光十分懂事的 就把小花捧上前 一把鸡粉 被江宁宁浇灌了她家花花 那花一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花花左右又有节奏的摇晃 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大家 但一个字不说了 恶鬼被击毙 三个小伙子打到回府回去交差 临走答应江宁宁 以后出任务的时候 帮她留意有关白水村 和那块玉的事 爹 我的爹啊 仨小伙子一走 大家这才注意到 那边赵宾德还好呢 别哭了 你爹没事 就让恶灵站了台甲时间有点久 没缓过来 江宁宁过去 摸出一张符纸 拍了台甲肩膀上 一直仰念倒地的台甲 就很轻的动了一下 台甲一动 赵宾德搜的就从地上跳起来 一下蹦出巴掌圆 黄黄一脸震惊 你咋了 赵宾德甜甜嘴皮 可以干大一笑 没没就习惯了 我爹以前在家 一动右手 十有八九就是要揍我 说人又飘上前 结果还没接抵达 他爹跟前的坑 一拳就被突然做起来的台甲 给揍出巴掌圆 赵宾德一把年纪 熬了就哭 我啥都没干 揍我干啥 铠甲 可能是因为一千多年没说话了 声音又干嘛的说 习惯了 赵宾德 黄黄 大锤对刺团 江宾宾忍不住笑 然后问铠甲 你老人家什么情况 怎么还要弄了这大铁箱子里 他们要把你弄到哪去 这铠甲身上带着浓烈的煞气怨气 江宾宾掏出提前准备好的人宝高香 一边问 一边麻利给他点了 结果好家伙 人铠甲还没起享用呢 他那不孝子就凑上钱 大大吸了一口 摸摸肚皮 爹 好香 铠甲 业障 没好气怒吃一句 不过没有再把他给一拳打走 黄黄大锤刺团 你看我我看你 就一小步 一小步 又一小步 夹着屁股提着臀 一点点往那箱处靠 也不敢靠近了 就 人家正经儿子大口吃肉 他们喝汤呗 江宾宾哭笑不得看着这仨 出息 又掏出一把 另外找个地方给他们撒点了 大锤跳脚 差点给了江宾宾一个相吻 有羊就是好 黄黄紧随其后 俺也是 刺团 单单大大 别别扭扭 吞吞吐吐 加一 江宾宾 懒得搭理着撒沙雕 江宾宾回到铠甲跟前 铠甲坐在地上 在江宾宾那张扶纸的作用下 铠甲里面的魂魄 渐渐凝聚成形 头盔底下 是一张饱含风霜的沧桑脸 脸上带着刀疤 裹着血污 混着泥沙 赵宾德原本狼吞虎咽吃高香 一眼看到他跌着张脸 一下动作停下 两眼含泪 跪在那里 跌 铠甲抬手 在赵宾德肩膀拍了拍 捏了捏 怎么死的 赵宾德哇的就哭出来 满门抄斩 铠甲放在赵宾德肩膀的手 就很轻地颤了一下 你娘赵宾德哭得哇哇的 停都停不下来 前线传来消息 说爹你私通敌国 娘被带进攻 没出来 大哥进攻找娘 也没出来 二哥三哥 四哥五哥 当时都跟着爹上战场 府里上上下下 一共325口人 全让杀了 连刚出生的小侄子也没逃过 赵宾德哭得肝肠寸断 我想抱着他跑的 可我没用 我跑得不够快 没有那伙母快 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很努力地跑了 那边大锤黄黄小刺团 谁都不吃香了 全都红着眼朝这边看来 铠甲给赵宾德抹泪 浑浊的老眼跟着落泪 他这一生都奉献在沙场上 大大小小的仗 打了几百场 出生入死一生的伤 新帝登基 他一家老小 却不得一个善终 一 怎么没去投胎 平时铁拳坐着不上镜的东西 一点没有手软 此时铠甲舍不得儿子扣成这样 换了个问题 赵宾德却哭得更凶了 地前的老部下 悄悄从尸体堆里找到我 全家上下就我一个有个权势 其他人 十九拼都拼不出来 他把我埋了 把咱们家的祖传宝剑给我陪葬 和我说 要是拳下有知 就去杀了那个皇帝 可我没本事 我去了 我杀不了他 他请了道士在宫里做法 我根本进不去 我就想等着他死 死了我再去弄他 可他死了我也去不了 他在墓地也做了法 娘在宫里 是被活活憋死的 他们让娘承认 爹你通敌 娘不肯 我看到了 娘被摁在地上 他们用有纸蒙娘的口鼻 我想救娘 可我去不了 我眼睁睁看着娘死的 娘死了 就得个魂飞扩散 那狗皇帝一早就预备好了 娘刚死 就被道士拍了福祉 赵兵德哭得眼看魂魄不稳 姜妮宁赶紧取一张福祉 拍他身上 让他阴魂凝聚 后来 后来爹的老部下 把自己唯一的儿子 过继给爹 我就舍不得投胎 我想看着他 看着他长大 可后来实在年头太久了 改朝换代 颠沛流离 他跟丢了 他家唯一过继过来的血脉 让他给跟丢了 直到前不久 他才冒出一个78代玄孙女 天知道他在赵小慧床头 哭了多久 才抹干净眼泪 天知道他用了多大的努力 才能嬉皮笑脸 做个开心的宠货 凯甲看着儿子 发狠地咬着嘴唇 过了好一会儿 闭了闭眼睛 他压着满腔的尖色 再开口 却是先为另外一壮士 我赵家军十万大军 束手边疆十余年 无惧生死 不畏苦寒 打退敌人无数 却被自家奸人所害 全军战死沙场 他们都是铁骨蒸蒸的豪儿郎 每一块骨都是裂骨 每一个魂都是中魂 身上的每一道八都是为了国 如今却背负一个投敌叛国 连投胎转世都不得一个清白 兜兜转转 困于原地 不知家乡貌 不知亲人类 我想让他们回家 我想给他们洗刷冤屈 铠甲一双通红的眼睛 看着江宁命 他那历经风霜的脸 全是祈求 押上全部希望的祈求 江宁命根本无法拒绝 江宁命这人 怎么说呢 素来面冷心更冷 可他拒绝不了铠甲一枪诉求 好 一口硬下 不过 沧海桑田 家乡好找 亲人却见不到了 至于洗刷冤屈 只能祈祷 当年那狗皇帝的魂魄 没有投胎转世 不然 否定的话说不出口 再开口 江宁命朝铠甲笑 不然怕要多费一些周折 铠甲大松一口气 双手抱拳 多谢 江宁命白手 你们保家为国 我做这点 微不足道 赵兵德抹抹眼泪 挨着他跌坐 朝江宁命问 那我家的仇能报吗 我家上让下下三百多口人 江宁命也朝他笑 找到狗皇帝 如果他没有投胎转世 就能报 如果投胎转世了 就不行了 叹一口气 江宁命换了话题 还没说呢 您是怎么来这里了 台甲内裹着纪念风霜的脸上 带着沉重半种无奈 轻轻一叹 从死之后 我兜兜转转 一直想要报仇 最初 是想索命 只想将那些奸宁之辈 杀得干干净净 为我那些好狼报仇 我的兵 可我走不出那片战场 就像是被下了某种封印 我只能在战场上 反反复复来回飘荡 江宁命纵然是个铁石心肠 这一刻 心头也不由得悸动 反反复复 来回飘荡 八个字 怎么说得尽说得清 这老将军当初无望的绝望 那些阴魂裂骨 含冤而死 死后的魂魄 又是如何肝肠寸断 委屈愤闷 他看着自己的兵 不能想 不敢想 可他不能想不敢想的 就是老将军煎熬了千年的日复一日 后来 我就更想让他们红归故里 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看看爹娘兄妹 可我还是走不出去 一直走不出去 直到一个月前 有人从地底下挖出了我 他们欢呼雀跃 说是挖到了绝世宝贝 说我这一身铠甲 能给他们换来无尽的荣华富贵 我却只想跟着他们离开那困属 我想 离开之后 只要我搞出一点动静来 他们一定会请法师来 如此我便能提出我的要求 说及此 他朝江宁宁笑了笑 没想到 再见面 你把这孽障带来了 算是缘分吧 当然是缘分 江宁宁也笑 压回眼底一点泪 您先和您儿子回去 等我这边有了眉目 就去找你们 明天龙物局来人 要把这铠甲带回去 要是跟着他们回去了 我再找您不太方便 铠甲不知道文物局是什么 不过江宁宁如是说 她听便是 好 那我等你消息 我们当年战死沙场的位置在 江宁宁怎么忍心老将军重提故底 打断她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您不必多说 等我消息便是 赵宁德跪在地上 砰砰朝江宁宁磕了三个头 这三个头 江宁宁瘦了 等她磕完 江宁宁玩笑 带你爹回去 叫她打牌位去吧 魂魄离开铠甲 赵宁德带着她爹离开 他们一走 江宁宁手指翻飞 捏一个绝 那被铠甲撕裂的铁皮 便在瞬息间恢复成铁盒状 没了老将军的魂魄 铠甲只是一堆铜铁铸铸 江宁宁将其放回铁盒 再将铁盒重新放到坑下 至于旁边晕倒的工友 和目光呆滞 浑浑噩噩噩的包工头李志爱 不等江宁宁发话 黄黄大锤和小刺团几下解决了 身上的阴气驱散 受到的伤害修复 被冲击的记忆抹除 李志爱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一脸纳闷站在当地 特么的 大半夜的老子怎么在这里 旁边工友说 你不是说听到这边有动静 要过来看看 专门叫了我们几个 陪着一起过来 李志爱一拍脑门 对对对 看我这脑子 都没喝酒 怎么还断片了呢 月色下 李志爱常带大铁盒子走过去 绕着圈看了两圈 好像没动静 是没动静 白天警方都来了 什么孤魂野鬼 惊得住警方一身正气 估计早下跑了 赶紧回去睡吧 明天还要搬砖 打了几个哈欠 几个人走了 走了没几步 一个工友叫唤起来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李志爱转头朝他看 那鬼是个身穿铠甲的大将军 还说他几下 就把那大将军打败了 李志爱一脸猛逼看过去 入目就看到一个 发际线明显后裔的男人 哎呀 进来咱牛云泰直播间的水友们 点个关注吧 之前那个号因为场面太过刺激 让疯了 没办法 咱一个老实人 不能对不起大家 所以我又重新开了一个号 咱一身真本事 只为了既得行善 不靠这个赚钱 开直播也不过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咱牛云泰的本事 为了帮助你们 熟悉的人都知道 咱牛云泰出手 只要200块 200块你买不了吃亏 200块你买不了上当 却能给你解决一切问题 牛云泰口若悬河 弹幕成片成片的刷 牛大师真的觉得 跪求牛大师收下我的膝盖 那铠甲把牛大师提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牛大师要凉 当时差点吓死我 见过那么多直播驱鬼直播做法的 只有牛大师是真牛逼啊 李志爱一头雾水 转头问供有什么铠甲 供油舔一下嘴皮 刚刚牛云泰在直播间说 有个工地挖出一个古代的将军铠甲 那铠甲闹鬼 包工头把他请去 他三下五除二就给解决了 李志爱 什么玩意儿 他怎么觉得是在说他们工地呢 靠 这能忍 动动手指 李志爱就要发弹幕 只是弹幕还未发出 就见一条系统提示飘处 系统提示 丧葬服务江小姐 直播讨债进入直播间 不怪李志爱眼神好 实在是这条系统提示 被无数水油刷屏 排山倒海一样 出现在牛云泰的直播间 想看不见都难 靠 这人我知道 直播讨债 但凡被他盯上的 全让送进去了 旁边工友一脸亢奋 有好戏看了 另外一个工友就说 不过今儿江宁明 已经去牛云泰直播间逛一圈 说人家欠他钱 但是牛云泰找到江宁明店里 江宁明也没拿出证据 牛云泰说报警呢 这边一问奸赫 你不来我都忘了 江小姐你诬蔑我欠你的钱 还没有给我道歉吧 直播间里 牛云泰一脸的正气凌染 虽然咱牛云泰是个实在人 但你不能这么欺负咱人老师吧 请你给我道歉 恢复我的名誉 不然我现在就报警 不顾生死制服恶鬼 我四处宣扬了吗 我逢人就提了吗 咱是一个实在人 可咱厌不下被人冤枉的恶气 道歉 既然给牛大师道歉 牛大师可是有真本事 他和鬼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江宁明你怎么敢讹诈 牛大师这种英雄 至今牛大师 没有牛大师 就没有我们的岁月静好 牛大师太伟大了 要不是牛大师出手 江还不知道多少人丧命 那台甲绝对是个恶鬼 诅咒他永生永世下游锅 江宁明起看小摩托带 看小头盔 等红绿灯的时候 看着直播间里的发言 气得天灵盖冒烟 丧葬服务江小姐 直播讨债 是英雄给你们吃的 太饱过得太好吗 放着这儿八斤的英雄 不见你们致敬 不见你们感谢 来感谢一个神棍 就你瓦砺大谱 九年义务教育 就教育出你们这帮傻叉 真是要气死了 什么智障网友 见人江宁明还要狗废 你给牛大师提鞋都不配 人家牛大师 凭一己之力 抵挡一个恶鬼行凶 要不是牛大师 就是宣称得被屠城 你却在这里骂街 公然辱骂牛大师 等于辱骂英雄 报警报警 让警察抓了这 汪恩负义的狗东西 我绝对不许任何一个人 玷污牛大师 一艘游艇 代表我对牛大师的捍卫 看着网友 一份填衣的怒骂江宁明 牛大师只觉得 灵魂都要在空中 来个托马斯 360度回旋翻 爽啊 就在工地那场 惊吓没白兽 他可是凭着真本时 得来水友的维护 和江宁明那种贱人可不一样 端着居高临下的态度 牛人太说 大家没必要 和这种没素质的人计较 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 他不记得行善 自然有天收 更有法律制裁 他不等牛大师说完 他原本一片祥和的直播间 忽然画风大变 让我看看 谁把一个神棍当英雄 来 对线 骂不死 你个全家傻叉玩意儿 这都一帮什么邪教 竟然一个敢说 一个就敢领认 英雄这个词这样用 废话少说 说牛云太是英雄的 敢不敢私聊对线 护报真实身份 也让你周围人看看 你设什么绝世大傻逼 辱骂牛云太 等于辱骂英雄 说这话的 你不光丧尽天良 还无知愚蠢 你报警 等着被抓吧 眼看忽然涌现出 一大片一大片的弹幕 全都是在攻击他 牛云太一愣 继而笑了 江宁明 你在赃诬陷我 不给我道歉就算了 现在竟然雇佣水军 来我直播间捣乱 对我人身攻击 以前你直播讨债 成之恶人的时候 我还觉得你人品不错 现在看来 我真是看走眼了 你就是个极其卑劣的小人 躲在水军后面 当缩头乌龟 有本事你出来说句话 丧葬服务江小姐 直播讨债 老神棍 今夜子时 上门讨债 五分钟后见 江宁明一句话就飘出来了呢 顿时炸翻了牛云太的直播间 那些维护江宁明的水友 和维护牛云太的傻叉 一时间掐得更凶了 就连没有参战纯粹吃瓜的路人 大半夜的都亢奋的 宛若喝了三杯奶茶四杯美食 完全没有困意 牛云太看着江宁明发出的那条消息 忽然心头慌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 每一个被江宁明找上门的 全都被抓了 不过也只是慌乱了一下 他牛云太 问心无愧 几倍一挺 下恶一扬 看着这个崭新的直播间 已经有30W加的在判人数 牛云太放声冷笑 你来 我就怕你不来 咱牛云太是实在人 我今儿把话放在这里 我牛云太要是被抓 我就被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牛大师好样的 我们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牛大师正面刚 锤爷们 真英雄 砰砰砰 都不到五分钟 刚刚过了一分03秒 牛云太家大门被敲响 同时看两个直播的人表示 江宁已经抵达开门呐 开门呐 开门开门开门呐 今日分开杂 来了 宝子们 给爷冲 江宁站在牛云太家门口 抬手拍门 丧葬服务江小姐 直播讨债 上门讨债 牛云太 开门 江宁清脆的声音 在江宁直播间清晰的响起 在牛云太直播间隐隐约约的传出 牛云太深吸一口气 霍得起身 走过去开门 都不忘举着自己的自拍杆 今天我就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 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 咔嚓 牛云太将防盗门打开 虚高临下 牛云太冷眼看着江宁宁 江小姐不光污蔑我 陷害我 买水军骚扰我 现在还深夜扰名 我不报警 让警察抓你 都对不起我这一刻赤诚的爱国之心 说完 牛云太当着直播间水友的面 十分不装自逼的 从兜里拿出另外一个手机 号码拨通 直接报警 这一举动惹得他直播间 谁有尖叫亢奋 搜搜刷礼物 太帅了 手机一收 牛云太正气凌然 用鼻孔对着江宁宁 我已经报警了 你等着被法律制裁吧 江宁宁 好家伙 这鼻孔的宽度 不差两根葱都浪费了呢 朝他灿然一笑 手腕一转 眉梢略条 那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现在能进门讨债了吗 江宁宁一点位置没有 还笑 这让牛云太觉得很不爽 随便进 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不过我可提前提醒你 你要是在我家打打杂杂 到时候你最佳一等 江宁宁一句废话没接 就抬脚进屋 牛云太这房子 是宣称的拆迁规划片 老小区 屋里的装修也老旧 有些泛着黄色的墙上 贴着约莫一米高的护墙板 目光在那护墙板上停留一瞬 江宁宁直接过去 老粉高能预警 开砸了开砸了开砸了 好激动好激动好激动 赶砸牛大师家 等了去死吧 眼见江宁宁捏着拳头上前 牛云太眼皮一跳 一步上前拽住江宁宁胳膊 你干什么 江宁宁回头看她 讨债啊 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我都说了 我不切你的钱 牛云太眉心皱着 眼底透着一股子冷裂 还眼朝那墙看一眼 你该不会是要砸墙吧 我这墙是承重墙 你砸得起吗 出了问题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江宁宁微笑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反正你不是也开着直播吗 你直播间那么多崇拜你的人看着呢 我要是砸坏了承重墙 他们都是证人 正好把我抓了 对不对 你怎么如此卑鄙恶毒 为了自己的热度 拳龙人的性命都不顾吗 牛云太话音没落 江宁宁忽然转身 这边胳膊被牛云太抓住 江宁宁连挣脱都没有挣脱 另外一只拳头一钻 直接朝近在咫尺的护墙板就砸过去 我靠 真砸承重墙啊 啊这 大可不必如此划重取宠 承重墙都敢砸 见人你太 有的水有 弹幕都没来得及发拳 跟着一卧槽 这解好技术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江宁宁一拳砸过去 承重墙纹丝没动 倒是贴在墙上的护墙板 咔嚓整块掉下 护墙板一落 露出后面被包裹的墙壁 对比上面裸露在外的墙 底下的墙壁堪称雪白 只是这雪白里 混着灵星几点粉 一眼看到那几点粉 牛云太原本裹着冷冽 透着愤怒 带着痛心棘手的脸色 骤然巨变 江宁宁坏吗 东西砸出来了 回头还朝人家牛云太明知顾问 牛大师 人家墙上这是什么呀 牛云太张嘴 却一个字说不出来 一颗星光光光的狂跳 直播间的水友 全在问这是什么 江宁宁开的牛云太 牛大师今天二月份 在我店里消费105块 但是你给了我200块粉红大钞 我找您95块钱微信支付 这事 牛大师记得不 牛云太推咽一口不安 记得 他当然记得 那是他第一次用那种钱去消费 花出去200 套回来95 顺顺利利 没出一点岔子 只是 这墙里怎么会有 怎么来的 牛云太心跳得根本稳不住 他想思考 无奈 脑子是好东西 可关键时候不赚了 猛的大吸一口气 牛云太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时去你店里消费 的确是花了105块 但是我给的有零有整 再吸一口气 牛云太感觉自己冷静下来一点 至于这墙里是什么 这墙里是假币 他说的质地有声 坦坦荡荡 豪气冲天 是我出去给人消费免难 结果客户给我结算的假币 我能怎么办 咱牛云太是实在人 知道假币不能消费 根本能流通到市面上是害人 所以我为了消除这些假币 就把他们全都封进墙里 毕竟假币也是币 我不能烧了 损坏R&D可是犯法的 牛云太越说 越觉得自己找到感觉 找对了方向 他甚至挺胸抬头 看着江宁明 目光咄咄逼人 这是我家 就是不知道江小姐到底是怎么知道 我家墙里有这东西的 莫非你趁着我不在家 偷偷进了我家 简直恶毒至极 难道你想用这个来误导 网友网爆我 你是不是还想着 我心里素质但凡差点 禁不住网爆 就跳楼自杀 这样就落个位最自杀 恶毒 歹毒 蛇系心肠 牛云太咬牙切齿 怒骂江宁明 啪啪啪啪啪 江宁明就抬手给他鼓掌呢 牛大师说的真好 所以这墙里的粉色是假币 您知道的 您自己封进去的 当然咱牛云太是实在人 绝不允许假币害人 牛云太站在道德的光环底下 江宁明转手就往墙上 轻轻问得一砸 要说咱宁明这手 不愧是带着金手指的手 一砸 这墙体不受影响 只砸落一块墙皮 墙皮里混了那粉色 江宁明拿起来掉落的一大块 用手一捏 捏一把粉末 将那粉色取出 好像和牛大师说的 有点不太一致 这又不是假币 这也像是 明币 江宁明举起那张粉色 朝牛云太笑 牛大师每天都为大家 消灾免难的 该不会分个清楚 什么是明币吧 牛云太一愣 错愕看着江宁明手里的粉色 的确是明币 怎么会是明币呢 他家里只有假币 没有明币啊 可他刚刚亲口说的 是他把假币封进墙里的 曹 这件人套他的话呢 故意给他下套呢 牛云太咬着牙 磨着后槽牙 瞪着江宁明 不管是什么 这是我家 是什么都和你无关 从我家出去 他不能再让这 丧葬店小老板在他家里了 现在事情的走向 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谁根本能告诉他 为什么他加强利用明币 牛云太心投一声咆哮 就听对面江宁明笑嘻嘻说 我告诉你